大家講這個雞蛋與高牆 宣傳春樹大家 聖地位作家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他支持我們的散文 他說有關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 將會來臨的故事 不要灰心 我們便能親眼看見 只要不懈嘗試 我們甚至可以親手觸我 沒有高牆的世界 我想將這個信息 傳遞給那一群此時此刻 正對抗高牆的年輕人 那時候是2014年 現在是2018年 我都想跟那幫年輕人說 因為從來我不說廢話 我聽到很多人 包括黃毓民在內 他說年輕人 你不要投票 射下海 我覺得這個是狗屁不通 阿哥 年輕人是否談戀愛 你會不會因為失戀 我心情不好 周婷 我失戀 人家來搶我 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心情不可以任他搶 會不會 當然不會 阿哥 阿哥 你會不會因為 你會不會因為 你受了挫折 你就什麼都不理呀 射到海呀 我現在公開說 我是針對黃毓民 我是針對黃毓民說的說話 阿哥 百節不回 稍為 稍為 被人挫敗了 就說我心情不好呀 算呀 任由他呀 喂 射下海 林鄭月娥 就是拿一萬億射下海 是不是 阿哥 十一月二十六號 當我們 知道了仁哥 贏的當然開心呀 哎呀 多謝大家支持我 如果仁哥輸 你以為林鄭說什麼 哎呀 昨天香港 履行了民主的爭議呀 那些選民呀 用票呀 支持五號仔呀 林鄭月娥射下海呀 是得到民意的支持 是不是 是不是 林鄭月娥一定是這麼說啦 林鄭月娥 是不是 現在都賴我們啦 說我們搞到 美國制裁我 香港啦 這是我什麼婆娘 你那真的不敢說呀 所以 我告訴大家 射下海 是將自己射下海 是將香港 一萬億射下海 是給子彈 給林鄭月娥 將我們一萬億射下海 是絕對絕對 不應該做的 各位年輕人 絕對不應該做 孫上春樹 跟著再說 在2015年 他說 我們必須 踏踏實實去做 走過的路 已經成為事實 我會為你們加油 我們其實都不用先上春樹 跟我們加油 因為 特區政府 跟我們加油 叫林鄭月娥 黃毓民 這樣做 是只會令到 林鄭月娥 揚揚得意 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是不是 各位 各位年輕人 你們 無論多失望 都不會 令到你的敵人 更加得意 超島抗戰 不是 燒爛自己的地方 而是燒爛的地方 令到 入來入侵的人 沒有運行 不是令到自己沒有運行 各位 我只有一首詩 這首詩 我引用過一萬次 共產黨反對 國民黨專政的時候 有一位詩人寫的 這叫做 苦難的中國有明天 凍結的日子 有火 縣黑爺 有燈 沙原上 有落河 土地下 有種子 提案裡頭 有激流 辯子底下 有咆哮 被欺母的 有仇恨 窮苦的人 有骨頭 酷汁的天空 有響雷 打斗的 冬天 有春蒙 血汗灌溉的 地方 有不凋的花 苦難的中國 有明天 我們的苦難 是斗嶺來的 當日 那些是五百塊來的 我告訴大家 我們去明天不遠 3月25日 我們就要 林鄭月過 那個明天 即是3月26日 是灰頭土腦 我們要她 接受我們民意 是嗎 是 阿明哥在那裡 我想跟她唱一首叫 Wire Rery 大家不用怕 我對香港人 有百分之四百的信心 大家 準備一打香檳 我要一次 人都要一次 贏 好